男子干打了两场半球赛 一场是顺利完善 最后更为年纪的八号总 等于淘汰了老江西里奇 进入到这个决赛当中 也是第一位进入到 反往大满贯 大满贯决赛舞台的摩威球手 而在稍早时候进行的 纳达尔和小七威励夫巨浪比赛 由于意外事件发生 巨浪比赛没有能够完全进行下去 最后是一样的情况 但纳达尔也是又一次 上到这个决赛舞台 胡老师昨天是解释了纳达尔 这场比赛对吧 对 就是没说够的感觉 因为那个 总而情绪到那了 这三个二十 其实我的感觉就个别 我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本来这个 其实情绪啊各方面 都都在一个点上 我自己这个 因为到 其实到家之后 都平复了外面 因为在小时候的决前 其实这种情况 也很少遇到 而且前面 因为这个 这前两盘没打完的这两盘 那个 战况非常激烈 这个结局又很惨烈 对 咱们也介绍画面 来稍微回顾一下 昨天打女带 确实昨天 发帮女带决赛的直播啊 开始包括到这个第一盘 没有到最后 这个抢期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小四位脸部 给我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换人 高福冲冠 但是我可能想 他在前几个发展局当中 年轻人呢 他有冲劲 高福这场比赛 我在线解说 这个大家 就是 关注一下吧 可能就冲个三四局 可能然后最后就 比如出了一个失误之后 然后就以后 一局附近了 有一个小技术 你看有没有小技术 没办法啊 他就保持一个特别高的 专注着我和高的经济水平 对 很好的一点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 他整个失误啊 什么双五啊 都出现了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 因为这种失误去 进步代理自己的状态啊 他其实很好去调整 不是吧 这个整个第一盘 我觉得 不能说自己的 我打过 就是说像到长期六月二 然后我有四个盘点的时候 那那打得实在战好 太疯了啊 因为这场比赛 我觉得确实又印证了 这个 本来赛天这个 跟经典做前战的时候 我是看不见约的嘛 经典就是一再强调说 原来这种不死的战神精神 我觉得这一件法 确实又就是 比如说 你可以验证到人类啊 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 其实可以超越那个肉体三身 我觉得这一件法 完全是靠精神力量在打 这个力量实在是太难了 大心上和这种坚韧的那种精神力量 能够帮助你 但是感觉就是这样的 小哥练书 昨天这个双腿 当然确实非常的惋惜和痛惜啊 因为在昨天这场比赛 其实这么说啊 如果那个比赛 没有这个小差距 咱们最后的比赛 给我什么样子 真的很难 平心静气的去说啊 因为昨天小队 那时候确实展现出 非常好的竞争的这种实力 和他的竞争的这种状态 他反正 罚帮女单决赛 受伤结束的话 那我觉得他也是拼到电话 只不过我觉得 那个受伤呢 他比更好然一度 但是也是纳达尔通过自己 把这个这个 对 逼到了身体极限的一个状态 呃 再有时候我觉得 嗯 对 可能也还是年轻一点 像 呃 那点精神 装弹强 而且待会儿就 他很注意在比赛中中去 做这些方面取可 有一些球 拼人还是不拼 嗯 我觉得这个 这个分寸感上 我觉得他要比 这个练部做的还是更好 嗯 但是这个练部可能觉得 我面对的 这个 这个经过了两个星期的 这个争夺之后 现在终于是来到了女单决赛 明天将是打男单的决赛 嗯 这两场比赛肯定是都要直播的啊 就是我都会在线给大家做这场比赛的解说 嗯 相信大家要是一直都看我直播的朋友也都看到了 我今天换了一身衣服啊 嗯 不代表说我 不代表什么 只是说我 觉得 有意义 我想怎么穿怎么穿 哈哈 没有特别的意义 没有特殊的意义啊 陈希来了哈 陈希 嗯 那个叫法王女单决赛 你看我的标题 我就是说 看好高夫 嗯 最终是高福啊 然后最终是拿冠军 我觉得 高福还是有机会啊 只要自己 那个失误少一些 不是没得打 学生对手是一个世界第一 但是现在女子网谈 其实谁 谁拿冠军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先当今的这个女子网谈啊 就这场呢 应该就说 那对鲁德来说 就真叫这个毕业典礼了啊 是不是能 这真的是 呃 能够 能够 做到自己 这三个最大的成就 也也也也也 那当然网校的学员 这个鲁德啊 但是女子网谈能从这个 就哪怕说 比较开放的下居 也没人能看好的情况下 嗯 我昨天看了一下 这个 他和西里奇的 这个 我讲开了 就发挥的确实很好 啊 你像这个 九六年的发挥 在下居 他也是 看好伍德 我觉得这些前辈嘛 我觉得中了他的道理 啊 没准是看好 他自己啊 没个点 咱们可能不太清理 啊 嗯 当然最后 你肯定要看 今天决赛是怎么那的 当然 我觉得既然是 那点网校的 这个高材说 那点对鲁德 肯定也是 知根知理 对啊 所以明天这场决赛呢 也是格外的 来了 是吧 都来了哈 就 Summer Summer也来了 Summer 我们球怎么入门 就是您找一个 找一个教练系统的 学一下网球的 基本技术 比如说正手反手 嗯 学到这种正确正规的 这个技术之后呢 然后 嗯 你看看能不能对打 然后对打就可以找朋友一块玩了 如果您要上手快的话 学的快的话 有很多学员 12节课 13节课 自己就出去打球 打着玩去了 我有很多学员 我是说 举个例子啊 就是有很多人 他是有运动天赋的 那也有没有运动天赋的 就是只是说 您要说怎么入门 我就建议您一定是到正规的渠道 呃 就是不是 也就是说找教练系统的学习一下 这个网球技术 我觉得这个就就能入门 入门并不困难 呃 困难的在于就是说之后的坚持 和之之后的这些 这些要多练啊 多打呀 这个 这个能不能 这个能不能做到 就是说 也是一个是要付出自己的 要付出自己的很多精力 嗯 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比赛 这个我们一些 呃 就是我 这是我的一个见解啊 反正就是 公您 提供您参考使用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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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前的今天 是纳迪捧德法网冠军奖杯的日子 已经过去了11年的时间 嗯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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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情况 我觉得真的就是 是属于 举国关棚啊 对 应该看到这个亚洲人能够捧起这个大门冠的冠军奖杯 能够站在这个楼兰加网斯这个舞台当中就好 手捧孙山朗的舞台 没关系 什么 谁呀 谁呀 嗯 我现在没法打字回复你了 我只能是语音跟您说了 课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是零基础还是有基础 如果是零基础的话 就是十节课一满 就是这样 你们那边网球 网球很少打 您是在什么地区啊 您方便说一下吗 那个单行的 但是您能喜欢网球 又有这个想打网球的心 我觉得其实就挺不容易的 尤其是像您说 您那边那个环境 是那样一个环境 广东我觉得应该很好 广东什么地方 广东也分地方 那你要说广州和深圳 可能就是大一点的地方 可能那这个网球啊 可能更容易找教练啊 什么的 那可能比如说 其实广东还是很发达的呀 我觉得 越北 那可能那个地方小点的话 就确实是不那么普及 普及度不那么高 但是我不知道您就是学网球 您能够承受的那个成本是多少 因为像北京的话 学网球的话 可能是比如说 其实很多都先起了这个网球呢 我看来有很多的家长会让 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打网球了 或者说开始有这方面的兴趣上的一个培养 对 因为那些 就是 反正您要是想学网球呢 就是看您那个 就是说我说这个呢 就是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 因为因为学网球 毕竟要花钱的嘛 是吧 就是也得看自己的经济实力什么的 就是 因为你包括说像在北京 学网球的话 可能 你上一个零基础的这种初级课 要上一个 就是像我的课啊 十个小时 十节课二十小时 一节课呢 两个小时 能学会什么呢 正确的正手技术和反手技术 还有基本的那个低手发球技术 十节课就都包含了 基本上来讲 只要您的这个运动天赋不是很差 您可以和教练打一个半场回合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流畅的半场回合 用正手和反手 但如果要想打全场的话 还有一个 还是需要有一个过渡的 那么一个过渡时间 差不多也是十节课吧 这样就能拉全场了 能拉全场之后呢 你就可以学一些专项技术 比如说什么 那个上网啊 切销啊 上手发球啊 这些 怎么自己跳出去了 这直播 这个我是说错什么了吗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费用呢 其实应该说在北京也算很基础的费用 不是很高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再来回顾一下第四轮的这样的一个急顶画面 看看当时我们的这位中国小匠 给这个排名第一的斯维亚泰克带来多大的麻烦 这个郑亲文啊 对斯维亚泰克那场比赛是 拿到了这个斯维亚泰克在本街澳网当中 唯一啊 失了的一盘啊 这个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数据 所以说最后平常比赛就基本上是输掉 但他赛后呢 觉得这些第一交手之后 这个整个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个差距可能比他原来没打过之前 有点小 通过这种比赛 其实也获得了很多 这个信心 桑尼 桑尼 那个单航道那朋友还在吗 有什么还可以继续交流啊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 我这边呢 这个流量也不是很大 有一些是因为平台的关系 我那个标题没法改 不过没关系啊 我就是 好好的说比赛 我就是为了 为了为了练解说 才这个来聊球了啊 在线聊条 所以您 愿意给我赞就给我赞 不愿意给我赞也没有关系 只要您愿意看 只要您能看就行啊 都不是太影响太大啊 对于我个人来说 没什么关系的 之前呢 是一直在穿着这个俱乐部的衣服 为俱乐部做广告 但是呢 今天呢 我感觉呢 就是说 用自己的方式啊 为大家解说一场纯粹的比赛 那些当中是能被这个 做演出处的 在这儿就是 他的力量条件 其实也压于 这个欧美的球员啊 这个 算在 尤其在中国女孩上算是 其实是比较意义的啊 嗯 嗯 嗯 不乐观啊 现在这个 看那个 看直播的人 不过 也无所谓啊 说说话 看也好 不看也好 都没关系啊 我是在线紧说 三明治风 而在这个 女双方面是 我们的徐一端和 两端之间 到了八强 嗯 嗯 今年这个 今天这个 对阵的 两个选手啊 高夫是 十八岁 斯维亚台客 是二一岁啊 应该说呢 高夫这名 美国的黑人选手 真让大家觉得 很像小威啊 呃 也是很小 十五六岁 就在16年的 温王 打进了第四轮 呃 从此呢 是一鸣惊人 随后呢 其实这个 高夫呢 就是我觉得 也是这个 女子网谈 备受关注的 一个年轻新秀 嗯 今天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 我觉得高夫 非常有机会 冲击世界第一 呃 完成这个 一个下课上 成为这种 温王 这个 决赛历史上呢 又一匹黑马了 现在女子 网谈是这个 是非常混乱 谁是谁 谁现在是做世界第一 都是有可能的 谁拿冠军 也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吧 来关注一下 今天晚上这场 决赛的对阵 双方 就是斯文亚太后和高夫 嗯 两位都是非常 年轻的选手 都是这个 两天后啊 对吧 阿尔发营求率方面 AGA是63% 阿尔发得分率很高啊 应该说啊 超过了50% 高夫的阿尔发得分率呢 只有45% 叫 科里 科里高夫 在支撑分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 AGA的正手支撑分 是打了77个 反手支撑分 打了34个 高夫的正手支撑分 是33 反手支撑分 是38个 非受迫失误方面 AGA是131个 哦 非受迫失误 哦 双方是一样的 高夫也是131个 非受迫失误 可以看到啊 高夫这个往前球 都会打丢 这个非受迫性失误 应该说 也是很要命的 这么一个数据啊 其实失误多 其实是很正常 失误多 正常跟也多 高夫基本上 这边呢 电视里边 这个胡立涛老师啊 在说 说这个 AGA 这斯培亚猜客 是进攻性大法 确实啊 从这个 他对正亲们 那场比赛里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AGA呢 也是打得非常主动 他的进攻 这个 高夫呢 这个胡老师说是 打的是 防反性大法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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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福呢 是高中毕业之后啊 现在应该就直接转职业了啊 相信之后 他也会这个 有这种所谓的大学 要上 而且像他们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职业选手 应该不愁有学上啊 经常会有 就像那个老美那块 应该是和大学去招揽他 这场比赛啊 九点开始 这场比赛九点开始 咱们再等一等啊 反正女单的决赛呢 也不是那么吸引人 其实我真是觉得 这场女单决赛 没准比明天 那场男单决赛好看 男单决赛 没什么悬念 纳达尔网校的一个学员 一个挪威人 要挑战校长 你们觉得有什么机会吗 但是斯维亚开客在本届法网 紧急之路 这六场比赛里 只有对郑青人输掉了一盘 当然这一盘呢 也打了抢七 我相信大家这个印象都很深刻 应该说这个斯维亚开客 还是有一定的统治力 相对来说啊 在至少在本届啊 网网啊 呈现出来的是这样 打V104 哦对 今天是这个 今天这场比赛 如果斯维亚开客 可以取胜的话 那么他的连胜记录 将来到三十六场 而上一次呢 就是说取得这个 三十六连胜的这个选手是 Sarena Williams 也就是大威廉斯 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斯维亚开客 可以拿到三十六胜的话 他就会追凭大威廉斯这个记录 但是如果想破掉 大威廉斯这个记录的话 也很困难啊 看看今天这个美国选手啊 同为美国选手的高福 能不能终结掉 一盖的这个三十五连胜 不让他继续前进啊 在连胜的这个势头上 高福的晋级之路呢 也是没有 也是被失一盘 这个对无疑防客的比赛里 是打了一个响七 之后呢 也都是很顺利打的 包括打梅廉斯 还六比零送了蛋 第一轮呢 马里诺呢 也送了蛋 高福呢 打的还是可以啊 打的应该说是 有侵略性 我觉得都都很强 就是他跑跳头的能力 其实都很强 所以在场地的每一个角度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体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他最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他气候上我觉得还不算很完善 但他就是身体素质 所以要看一下 今天球场比赛 高福的跑度 能不能够 适时的找到合适的位置和点位啊 来进行这样的 怎么讲 也不叫防守反击吧 起码能够打出比较有利于自己的这种混球 也就是他能不能去这个封锁路 这个斯维亚太特的快捷 进步的线 对 因为我觉得他防守反击 拉上一个能力 比前两年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了 来看一下两位球手的一些基本资料 一个对比 我们都说这是一场青春风暴啊 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 斯维亚太特和排在 WPA排名是排在23位 赛会是排在18号种子 这样在年龄方面呢 一个是21岁 一个是18岁 都是这个00后的球手 一次单场的冠军 斯维亚太特是手握八个 今年就已经收获了五冠 那么高福呢 是由两个WPA的冠军 分别是19年林辰和21年的帕尔末 那是一场红柱战士的比赛 标准方面是有一个过往的两次教育 年龄呢是斯维亚太特21 高福是18 21比18啊 双方之前是有过两次记录 斯维亚太特呢都是取胜了 2比0目前双方的这个总比分啊 其实就比较绝对的就是啊 但是 竞技局尤其像这种单人对抗的项目 当中还是很大的一些变数 因为像这个大马上决赛 我觉得虽然那个前六人都过关了 但也有很多比赛 其实在最后这一桌子 然后在那跟头其实也不少 许凯哪许凯啊 得了许凯啊 我觉得这个大马上决赛 总之对双方球员 其实都会有更大的一个挑战 现在唯一看起来可能就是 对于大马上决赛这个经验上来说 高福比赛 是得乐许凯吗 回个话 9点9点9点还有一分钟 看看这个比赛啊 能不能正常的接进来啊 我们看一下 应该说现在呢 两个选手应该说到了决赛之后 双方的这个入场仪式 可能都会就是相对的要隆重一些 用的时间也 花费的时间也会相对的多一些 决赛如果南端决赛 明天要是9点开始 应该也是我会做在线的解说 城字哪城的呀 宋城啊 应该说一段广告货后 看看是不是两位选手就要出场了 还没有还没有 仍然是在放这场比赛的预告片啊 这是有人点赞是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如果要是的话就感谢啊 感谢 谢谢您啊 那如果要是今天这个斯维亚大克可以2比0横扫高幅的话 那就说明其实本节本节法网的亚军是这个郑清文 因为郑清文呢是唯一一个在斯维亚大克身上拿过一盘的选手 赛前啊 有这个朋友这么调侃过 但是呢 这个比赛不能这么说 我是希望高福可以冲击一下这个目前的世界第一 阿杰 何连杰阿杰 突然间有点卡啊 这个 现在呢 比赛的画面也就是切刀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小猪 施贝因斯带格 携着他的太太伊万诺维奇来到了法王比赛的现场 小猪施贝因斯带格知道吧 这个还需要多解释吗 徐凯我还用说吗 果然啊 两个选手已经是来到了球员通道里 随后啊 将出场 比赛的这个应该是赛事监督 像两个选手呢 也是比后来一个大拇哥的这个动作啊 是一两个选手是不是准备好了 高福呢 走在了最前面 高福今天是穿了一件这个黑颜色的长袖出场服 绿色的网球群啊 高福是扭巴伦的赞助 这个比赛服是扭巴伦的赞助 高福的球拍品牌呢 应该是海德啊 这个球具品牌应该是海德 包括网球包 高福率先进场 应该说啊 现场的这个嘉宾啊 也都是起立鼓掌 为这名参加决赛的女选手 随后出场的呢 将是世界第一 波兰一节 斯维亚泰克 斯维亚泰克呢 是这个叫不出名啊 这个品牌也是挺有名的 这个运动服品牌啊 阿杰是何连杰吗 不是吧 何连杰可应该没有这闲信啊 看我的直播 斯维亚泰克呢 毕竟是头号总达 会为世界第一 也是在最后出场 目前呢 斯维亚泰克的排名是世界第一 这说了好几遍了 我都贫辣子 这个Coco高福 是美国选手 目前呢 世界排名是第18位 也是第18号总达 玛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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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两位选手呢 要在座椅上整理一下自己的装备 随后呢 将会来到往前 在裁判的主持下 进行这个挑片 和挑球的这种 制臂的这个 仪式啊 能不能算仪式呢 就是这么一个至少规定动作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 挑边这个动作 挑边挑球 高福这个鼻子 说实话 跟柯内克 是完全相反的 两种鼻子 但是都是很有特色的 那种那种鼻子啊 长得 两位选手呢 现在来到了 往前 要进行这个 首先是先和 球同合影 两个人呢 也都是露出了这个 商业商业式的微笑 他学不了 那个表情学不了 裁判是法国人 杜玛索斯 索伊斯 上来呢 这个致闭仪式过后呢 高福是选择了先发球 看来呢 比赛开始之后 高福是先发球的地方 如果要是我自己 去比赛的话 我也应该是会选择 先发球 因为我至少是 还是对自己的 比如专项技术 是有自信的 先发球呢 你至少是先上手 我觉得你能不能说 抢得先机呢 也倒不一定 但是呢 先发球呢 我总是觉得说 有了一个自信 才先发球 两名选择 两名选择 现在在底线呢 这个拉球热身 应该是 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啊 随后呢 比赛就正是开始 看来高福今天就是 上来就是要长袖 穿长袖打 台并第一来说过来的 斯维亚泰克 今年21岁 斯维亚泰克是1米76 什么刀 斯维亚泰克本赛季是41上3副 赢得了 是赢得了这个 阳光双赛的冠军吗 小果汁 小果汁 现场就能呢 给到了这个 斯维亚泰克的教练 维斯托罗斯基 下面呢 是双方现在 已经进行了发球 这个呢 电视镜头将会切到高福这一侧 对高福呢 进行一个资料的介绍 高福呢 是今年18岁 身高是1米75 本赛季呢 是高福的战绩是20胜石腹 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呢 是进入到了半决赛 罗兰加洛斯的总招季高福是 十一胜二úde 嗯 十一 dob亜 十一度二厥 赛季 十一以晟二厥 阿里森 阿里森 高福的教练是他的父亲 柯利 柯雷利 柯雷一 高福 两个选手 现在是发接发的训练 发接发的来回 相信在这个热身过后 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们再稍稍的等待 那么一两分钟 这场法王女丹的决赛 就会拉开战幕 这么不经烧 怎么这么不经烧 我这手机 都还是比较高效的 平均到就比较大型的 平均用时不到一个半小时 昨天给南南拉大了 自己还给打了三个多小时 那三个多小时 又不是磨洋锅的 是那种真刀真枪的三个多小时 对 等于是这个剑马武章的 三个小时 来了兄弟 两位学生呢 回到了座椅上之后 随后比赛就要开始了 高福是脱掉了自己的长外套 高福今天也是一身绿色 绿颜色的啊 就是说绿配色的这种战袍啊 绿色和紫色的这种 上衣啊和这个绿色的网球群 就没法形容 我就不会不会不会说 这个女子网球的服装 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高福的发球局 我们来看一下 高福一去 一发有进发上悬 斯维亚泰克斜线抽击 两个人啊 斯维亚泰克率先上手 变直线 高福打得很耐心啊 这个球高福啊 正手的直接的一个斜线抽击 球打到了网袋上之后 没有过去 自己的一个非受破失误 让斯维亚泰克拿到第一分 高福二区一发 这个球啊 错区了 刚开始 0比1 那个高福 高福发出了双雾 二区的这个发球是双雾了 这样呢 一上来 高福的发球局 就0比2 业余比赛叫0比2 0比30 在自己的发球距离 就落后了这个斯维亚泰克 感觉高福啊 比赛开始之后 还是有些紧张 高福 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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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发是弹网出界 这个一发的这个发球的命中率一下就下来了 高福 二区一区二发 二发有界 这个球呢是发了一个好的外这个外角球啊 这个外角呢也是发到斯维亚泰克的这个正守卫 这个球呢 斯维亚泰克直接的接发球打出界 高福追一分 15比30 有时候还得喝水 高福 二区一发 好发球啊 发那一角 哎呀 随后自己在接回发的时候 跳起来双反抽击 这个斜线呢 这个距离感觉有些长 球是打到了网袋上 15比40 露出了两个破发点给世界第一 斯维亚泰克 嗯 高福啊高福 怎么回事啊 大理是加拿大那大理吗 高福 一区一发有界 回发球 球弹网在界内啊 当然 双方在对拉 高福的上全球打出了界 嗯 如果是郑钦文的话 我能看出郑钦文 就是 比赛的话 不管是对斯维亚泰克 还是对 哈勒普 他一上来都有一些紧张 但是那个高福呢 我看不出紧张了啊 嗯 但是上来就调了自己的发球局 应该说 也也无所谓 因为女子比赛呢 毕竟是看这个 嗯 双方的互迫啊 比较多 所以呢 大家也都不要着急 你要是给你看了画面 我这个账号被封了 谁管啊 谁负责啊 你要是愿意看啊 就看我在线解说 你要不愿意看 没关系 您自己的选择 这都是啊 斯维亚泰克呢 上来之后就破发了 第一盘比赛 随后是换边之后 自己的发球局 斯维亚泰克 一区 一发发外脚有劲啊 高福啊 两拍过后 自己又是把球打下了 王 非受迫失误 还是紧张 还是紧张 那如果啊 听电视里 胡立涛老师这个介绍啊 就是他还是认为 这高福上去之后 还是有些紧张的 斯维亚泰克二区一发 一发下网了 斯维亚泰克二区的二发 二发呢 是上行球 但是在接回发的时候 斯维亚泰克主动的 这个反手直线 把球打到网袋上 15平 他就要跑起来 其实 在这时候啊 他其实本来是就 多打防守球 也能让他 其实肌肉啊 热起来 也放松下来 斯维亚泰克 一区一发 有劲 这个球呢 制造了高福的回球出钱 高福直线穿越 好球啊 这球高福啊 双反直线穿越 打穿了上万的 斯维亚泰克 30比15 高福在斯维亚泰克的 发球局里啊 现在是领先了一分 刚刚啊 高福是一个滑步 滑到了位 随后呢 双反的出手 打出了制胜分 斯维亚泰克 二区一发 发长了 斯维亚泰克 二区二发 有劲 斯维亚泰克 斜线变线啊 高福回球出钱 高福 想穿 哎呀 高福是面对 斯维亚泰克的上网 斜线抽击 这个球呢 显然是没有力量啊 斯维亚泰克 也是脚步 迅速的到位之后 一个正手的捷击 把球拦死 这样呢 30平 斯维亚泰克 一区一发 发近了啊 这个球是一个 发球之德 造成了高福回球出戒 40比30 跟中国选手比赛 没关系啊 但是反正 就是大家看个热闹吧 毕竟是女单的决赛嘛 应该说这个 不会说很不精彩啊 很让人这个 提不起这种 劲头来啊 高福 斯维亚泰克 二区一发有劲 两个人拉斜线 高福变线打直线 高福的这个变线呢 双反啊 打出了一个直线穿越球 这样呢 是40平 也就是第一个平分双方的 高福这个服装的配色 和球拍的配色 是很像的 都是那种 绿颜色的这种配色啊 平分啊 斯维亚泰克 一区一发 外脚S 外脚S来了 斯维亚泰克 这个外脚S呢 应该说是角度拉得很大 球速呢 也是足够的快 发球斩线 斯维亚泰克一个局点 那是这局的第二个局点啊 斯维亚泰克 二区 二区一发发外脚 高福呢 这个球接起来 已经很费劲了啊 刚刚呢 这个斯维亚泰克 是爆发成功 自己的这个 在获得破发点的情况下 是啊 获得局点的情况下 是一个二区的外脚发球 把高福呢 拉出了场地 随后呢 斯维亚泰克是一个 发凡打正的战术 直线啊 直线球抽成 这样呢 是爆发成功 斯维亚泰克 在首盘比赛当中 开始之后 就实现了破发 现在呢 爆发成功啊 一破一爆 二比零领先高福 高福这个发球啊 一发的成功率不高啊 刚刚呢 一区一发又是发下了王 高福一区二发又进 斯维亚泰克的这个 接发球呢 打长了 结告然说 其实是在投掷 高福二区一发又进 不容易的一个 一发成功率啊 一发一发进球啊 三次排的过动之后 高福是 重心下的有心办 他正手回球 把球打下了王 这个球下重心 也是因为这个 斯维亚泰克的这个 回球的落点够深啊 所以呢 这个高福的重心下的有心办 15平 高福 一区的一发 又发进了啊 随后高福 哦 高福接回发的时候 双反下王 15比30 15比30 高福二区一发 一发发外角 这个球员显然是高福简历了啊 双方呢 进行对落 斯维亚泰克主动的上手调动高福 两个破发点 怎么这么快的电用呢 高福目前啊 15比40 又是漏了两个破发点 给斯维亚泰克 斯维亚泰克呢 是接发球 出界 高福 30比40 追了一分 看看高福能不能追上来 8比分 哎呦 实在是有些困难啊 对于这个美国的 这名黑人小将来说 现在 第二个破发点 看看斯维亚泰克 会不会抓住 高福 二区一发 发内角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一发 造成了斯维亚泰克 接发球出界 发球值得 高福 追成评分 应该是双方第二个评分啊 高福 一区一发 有戒 随后呢 两个人是对落 高福这个上全球啊 显然是没有控制好 球是打出了戒啊 太长了 打的 斯维亚泰克 又是逼出了对手的破发点 第三个啊 第三个破发点 高福 二区一发 有进 随后高福呢 挑了一个月亮球 这个球有些出钱 斯维亚泰克上网 哦 斯维亚泰克在网前啊 这个球 截截击是打 打长了 球是截出了底线 高福再追一分 第二个评分 高福一区 一区一发 发长了 比较明显啊 这个球 看看高福的一区二发 高福一区二发 哦 好球啊 高福凭借一个发球之德 是带出了一个局点 刚刚呢 高福这个球 是发外角 斯维亚泰克接发球 正手 把球打下了王 高福二区一发 有劲 随后双方对拉 高福又是没有 把握住机会 自己的这个回球呢 打出了底线 应该说是 有点操之过急啊 刚刚这个上手 这个进攻的这个动作 第三个评分 这局比赛啊 是马上就要用15分钟 关键的一个发球局啊 高福一区一发下王 一区二发 上全球 哦 随后高福是接回发的时候 正手直线 把球打到了狼道里 这样高福是丢掉了一分 目前呢 斯维亚泰克是逼出了 这一局的第四个局点啊 也就是第四个破发点啊 高福二区二区一发 最后回球出钱 斯维亚泰克冲到往前 斯维亚泰克打高压 没打死 高福防守反击 好球 高福这一季防守反击 也是打得非常漂亮啊 在斯维亚泰克高压球 没有打死的情况下 高福是双反出手 又是一个双反直线穿越 应该说这局比赛 已经打了斯维亚泰克 三个这个双反的直线穿越啊 在这个走线的这个进攻上啊 高福目前是摇摇的领先 斯维亚泰克 第四个平分 高福呢一区一发 又是发长了 看来这个这一局的比赛啊 有可能是这一盘比赛的分水岭 高福一区二发 高福随后变线啊 正手打直线进攻 斯维亚泰克回球有些浅 但是高福呢 是没有抓住机会 高福在移动当中的击球 是把球打出了键 斯维亚泰克 第五个局点 高福二区一发出键了 二发很关键啊 千万不要双五 二发上选有劲 高福斜线调动 斯维亚泰克 高福直线再打 高福又是斜线 高福直线轮 高福啊 刚刚是这个侧身反斜线 没有打成 随后呢 自己呢是斜线 正手斜线要打这个场地内的空档 球呢没有控好 打出了边线 也就是打到了狼道里 这样呢高福是再被斯维亚泰克破发掉一局 第一盘比赛呢是打了15分钟 斯维亚泰克目前3比0领先美国选手高福 看完这样的话 底盘对于高福来说很困难 基本点就变早了 再货役局 斯维亚泰克 目前至于3比0 两个对手发出 高福这正常的适合防守和这个相持 激功能力现在是比较大的 但是自己的第二发出局已经明显比他的第一个发出局要好很多 给他这个慢慢的调试和调整 对 现在问题就是状态是好啊 但是也是你要换个跟出来 还得花点时间 拒绝休育过后呢 将是斯维亚泰克的发球局 斯维亚泰克如果可以爆发的话 将建立起来4比0的领先优势 如果要是这样一个比分啊 高福应该说从心态 和心理上来说就已经很难追了啊 斯维亚泰克的发球局我们来看一下 斯维亚泰克一区一区一发发外角 高福这个接发球是直接打成了 斯维亚泰克15比0 拿到了第一分啊 也是 斯维亚泰克二区一发 我们来看一下 二区一发发外角有劲啊 两个人呢对拉 高福呢是正手把球打出了边线 这样呢裁判也是从座椅上下来 势意高福 这个球是出界 斯维亚泰克30比0 斯维亚泰克一区一发 又是一个发球值得啊 斯维亚泰克好的发球啊 帮助他建立了很大的优势 现在是在自己发球距离40比0领先高福 第一盘的比赛呢 斯维亚泰克已经是3比0领先啊 应该说这局这个发球局可以拿下来的话 就会是来到4比0总比分 斯维亚泰克二区二区一发 还是发得很利索啊 高福呢终于是在这个落后三分的情况下 打出了一期正手之胜分 这个正手的直线穿越呢也是把高福 而不是也是把斯维亚泰克牢牢的盯在了原地 这样啊 这个高福是15比40 仍然是落后斯维亚泰克两分啊 斯维亚泰克 又好 发球又来了啊 斯维亚泰克刚刚这季 外角发球呢 是高福正手把球打出了底线 斯维亚泰克第一盘比赛 用时了19分钟 就以4比0领先美国选手高福 看来这个法网决赛的首盘比赛应该说 斯维亚泰克啊 可以打的 可以可以可以拿下了 高福的发球局 高福一区一发发表有劲 这个球呢 斯维亚泰克接发球是直接打长了 高福呢是15比0 高福二区一发 也是发外角 随后呢发凡打正的战术 高福再盯一半中路 高福这个球啊 给斯维亚泰克也是制造了足够的压力 双方这个直线的对拉 最终斯维亚泰克是把球打出底线 高福30比0 高福一区一发上前球有劲 两人斜线对拉 斯维亚泰克一板斜线的调动 让高福啊 在移动当中 正手回球下网 15比30 斯维亚泰克仍然是落后一分啊 参参妈咪 参参妈咪好 谢谢您点赞啊 高福二区 二区的这个二发呢 又是下网了 高福是一个双雾 又是一个双雾啊 双雾又来了 应该说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里就发了双雾啊 现在呢双方是30平的一个状态 高福一区 一区一发又是下网 现在一区的这个一发成功率稍稍的是有些下降 高福一区二发 二发上全球 发斯维亚泰克反手位 斯维亚泰克直线变线 这个球是斯维亚泰克把球打到了狼道里 出界了球 现在斯维亚泰克是30比40 落后了高福一分 高福也是带出了自己的一个局点 高福也是爆发一局也挺困难的 难道是一个一小时的决战吗 高福二区一发有劲 高福啊这个双方直线抽击太冒失了 球又是打出界 这样第一个评分出现了 高福一区一发有劲 随后两个人直线缠斗 谁都还没有拉开这个线路 斯维亚泰克斜线啊 率先拉开线路 这个球啊 给了高福打正手直线穿越的机会 高福也是脚步到位之后 双反的直线 轰出制胜分 高福是发球战线的一方 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个局点 高福二区一发有劲 高福啊好的发球 帮助自己终于是爆发了一局 现在呢第一盘比赛来到了4比1啊 双方进入一个局限战停 斯维亚泰克4比1是遥遥领先高福 第一盘比赛呢用时了23分钟 应该说用时不长啊 感觉呢比赛的悬念也并不是很大 斯维亚泰克真的是完全占据主导的一方 他这种主动的上手进攻呢 也是让高福有些顾此失礼啊 来准备新球 摇一摇 像那个 如果有那个 气压固化的那种小颗粒 这个球里头 这种给大国人支撑哪个人费 嗯 反正至少今年是这个 呃 呃 07年 反正 还是没有人能够 卫免 08年的 比赛冠军 坐在大台中 决签休息过后比赛继续进行 一杆斯维亚太克的发球局 不知道一杆今天是什么身份 光看从来还是说也得 比如说他得在那个 跟两家病的时候 一杆 一杆发外角上来叫 随后发凡打正 这个球呢这个战术 战术执行的不错 不过呢最终是 最后的那一下出手啊 是把球打长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受破失误 让高夫呢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分 西派大克二区的发球 我们来看一下 西派大克二区这个一发呢 球没有抛好 球拿回来随便抛 二区一发 这个球是发下了网 斯维亚太克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啊 打的 现在是自己啊 非常好的一个领先优势 四比一 二区二发有击 斯维亚太克 双反的主动进攻 正手调动 好球啊 斯维亚太克正手斜线 把这个高夫拉出了场地 高夫在移动当中击球 这个球呢 高夫是把球打出了键 十五平 好球呢 斯维亚太克 一区二区一区二发 斯维亚太克是双反斜线 把球打出界 几拍的较量过后啊 斯维亚太克也是出现了十五 这样呢 这个高夫呢 是三比十五 三十比十五 在斯维亚太克的发球局里 是领先了一分 我想喝口水 我必须得喝 看一下 斯维亚太克二区的发球 二区这个一发怎么样 二区一发发那一下 太高 这个质量非常高啊 斯维亚太克刚刚的这个一发 是造成了高夫回球出界 三十平 你看说斯维亚太克是完全站住 站住去主导的地方啊 斯维亚太克 一区二区一发有剑 哇 随后打回头 是一个制胜分 四十比三十 橄榄绿是那个 卖鞋的橄榄绿吗 因为叫这名的少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您 斯维亚太克二区 二区一发 发那一条 这个球被裁判呼报了出界 那斯维亚太克要进行二发 没事没事 那我刚才那个 我误会了 不是您 不是您 而叫这个名字的比较少 斯维亚太克二区二发 发上学 找高夫的反守卫 两个人啊 斜线对拉 谁都没有 先打开角度 这算是一个 相对来说的多拍较量啊 斯维亚太克直线 斯维亚太克 哦 正手直线抽击 球是压线有进啊 这个球是制胜分 在这个自己的局点上 斯维亚太克 轰出了一期制胜分 这样呢 是爆发成功 第一盘比赛 用实了28分钟 斯维亚太克 5比1 领先高夫 看说第一盘的悬念 已经不是很大了 真漂亮啊 刚刚自己这一季 正手啊 制胜分 也是一动当中 脚步到位啊 最后 打出了这一季制胜分 高夫的发球局 高夫一驱一发 这个球上质量还是很高 两个人直线对拉 高夫率先拉开角度 斯维亚太克 切销回击啊 高夫放小球 这个斯维亚太克 回放 在这种情况下 高夫这个往前的移动也是很积极 最终也是双反啊 又是打出了一个穿越球 高夫在自己的发球局里是 15比0领先 第一分拿到了啊 高夫面对这个斯维亚太克的反放啊 移动当中 然后自己采用了滑步 滑步之后啊 双反 双反的出击 这个正式 双反的这个抽击 把球呢 是打出了制胜分 球是穿越了这个斯维亚太克的半场 高夫 二驱一发 二驱一发有劲 随后自己的回球出钱 斯维亚太克呢 主动的正手上手进攻 正手这期侧身的直线抽啊 也是打出了制胜分 15平 高夫 一驱一发出戒 这个球是弹绑之后 出戒了啊 二发有劲 随后两个人是拉起斜线啊 这个都用切销做过度 高夫啊 自己还是 飞手破 失误有些多 刚刚这个正手的直线抽击 又是打出了戒 15比30 应该说这场比赛的直播呢 没有任何的倾向性 谁赢都行 高夫呢 二驱一发有劲 两个人呢 又给了斯维亚太克机会啊 这个世界第一斯维亚太克 也是这个 怎么说呢 出手过的 自己的这个双反的抽筋 抽出了一个斜线 这样呢 斯维亚太克 逼出了两个 两个 两个盘 盘末点 40比15 高夫一驱一发 又是出界了 斯维亚太克 看来要抢他的二发啊 看看能不能抢到这个二发 终结掉这个第一盘比赛 斯维亚太克 直线啊 双反直线 抢二发 没有抢折 两个人呢 又是展开了对拉 高夫正手 撕开角度 反拍再打 斯维亚太克这个防守 也是很坚韧 但是最终呢 高夫还是 没有让 还是化解了 这个破发点啊 化解了第一个盘点 现在是30比40 高夫 二驱一发 发败脚 斯维亚太克 抢攻高夫 好球啊 斯维亚太克这季 双反斜线 也是调动高夫 在高夫啊 在移动当中啊 自己的这个 双反 把球抽出了戒败 这样呢 斯维亚太克 用时了32分钟 就取得了 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哎呀 高夫没戏呀 应该说啊 这个斯维亚太克 还是实力比较坚韧啊 征服这个场地呢 在慢慢征途上 对着奋入足迹的球员 才有网友说 永存历史的印记 欢迎来到罗兰加勒斯 斯维亚太克 这个决赛的第一盘打的也是太轻松了 没有 至少是对手啊 这个美国圈的高夫呢 没有给他造成太 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挑战 这个就有点 没法说啊 原本是希望高夫呢 能挑战一下这个世界第一 但是 从这个双方比赛里边的这个内容来看 整体实力上 高夫确实是顺色了不少 当然也是18岁对21岁啊 自己的这个 相对来说啊 也打的没有那么好 两名选手呢 在这个局间休息都是要在进行一个卫生间的这种暂停啊 高夫是离场了 高夫现在是要跑了回来 这届法网呢 这个感觉我看不管是男选手的比赛还是女选手比赛 这种伤病啊 是有些多 都是因为比如说第二盘比赛 这个突然或者说突然来了伤病 就就影响了自己这个比赛里整体的这种发挥 昨天那个小茨维亚特出的比赛打得多惨了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这个也真的是没法说啊 第二盘比赛呢 要继续进行 第二盘比赛 现在可是刚刚开始 斯维亚特克的发球局 我们来看一下啊 斯维亚特克 一区的发球 一区一发有进 高福切销球作为过渡 这个切销球还是管用了啊 这个球是改变了节奏 斯维亚特克正手的直线抽击 是把球打出了底线 0米15 世界第一啊 在第二盘比赛自己发球局里 是先丢了一分 斯维亚特克二区一发 发外脚 这是一个好发球 高福接发球是站在了原地啊 都没有动 球呢是被他打出了阶外 应该说啊 刚刚这个斯维亚特克是一个好的一发 是帮助自己是将比分追抽了15票 还可能有一些真情的流露 阿德鲁 高福一区的一发出界 斯维亚特克一区一发出界 二发有界 两个人呢是在展开队拉啊 现在 都是斯维亚特克主动的上手 直线抽击 这个球呢是双反 把球是打出了界 斯维亚特克15比30 反拍呢都很强 这个斯维亚特克呢 更多的这种开放的步伐 高福尺封闭 应该说在我这直播手机 手机没地址之前 应该是比赛能打完 我觉得 斯维亚特克二区 二区一发 发上全球 这个球是擦网了 擦网有劲 斯维亚特克二重新发这个球 二区一发 球发进了 两个人又是对落 斯维亚特克这个斜线 回头质量很高 随后斯维亚特克变直线 球擦网 仍然擦网在接内 随后斯维亚特克啊 双反斜线抽击 把球打下网 应该说这个操作也是 很主动啊 但是失误也确实多 第二盘比赛呢 一开始 斯维亚特克的发球局 自己就面临了15比40 这样一个局面 高福呢 以前是有两个破发点 斯维亚特克一区一发 一发下网 如果要是从 说的浅一点啊 就说斯维亚特克 第二盘比赛 上来之后状态有些掉啊 一区二发有剑 上圈球 斯维亚特克啊 侧身的正手反斜线 抽击是打出剑 高福在第二盘比赛 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 现在是1比0 先这个斯维亚特克 正手的在地盘当中的十顺 蓝色图是小于105 黄色图是105到120 红色图是高于187 是这么念吧 两名先生混兵之后呢 将是高福的发球局 这个比赛要打三盘就没意思了 本来就是两盘的球 如果要从这个解说这个 画术的角度来讲啊 我就真不明白什么叫画术 那我只能就是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说这个斯维亚特克 在第二盘比赛一上来 状态有些掉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反正就是 我就别赘述了没意思 高福呢上来是一个发球之德 随后二区又是一个发球之德 二区这个内角发球 是发向了这个斯维亚特克的正手牌 斯维亚特克面对这个 又沉又重的这个发球呢 回球下网 高福30比0 高福一区二发有进 一区一发有进 两个人又是展开了贵拉 斯维亚特克直线进攻没有 高福啊 高福面对斯维亚特克上网 这个球呢 斯维亚特克在上网之前 是打了一拍双反的直线 这个直线呢 这个高福是有些 怎么说呢 鞭长莫及的感觉啊 最终是自己都没有碰到球 斯维亚特克的上网呢 虽然是白费了 但是呢也确实是 凭借这个刚刚那个好的击球得分 15比30 斯维亚特克仍然是落后一分 高福二区发球 二区一发发那条有进 哦高福 这个斯维亚特克又是出现了非受破失误 双反回胶下网 这样呢让高福40比15 有两个局 有两个局点的优势 高福一区一范 两个人呢形成对赖 高福自己在进攻的时候 正手把球打下网 应该说呢 这个第二盘比赛一上来 高福这个状态就是有所回升啊 也是打得很主动 尽管刚刚呢 那个自己的这个球是打下网啊 但是也可以看出的这种脚下移动啊 和身体的这个姿态 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高福啊 双反回球 刚刚自己的技术动作稍微有些变形 斯维亚特克回球出前 高福呢冲到了半场之后 正手斜线制成分打成 这样高福爆发成功 第二盘比赛呢 用失了七分钟 高福目前是2比0 领先斯维亚特克 这种比赛是配得到现场的那种 对啊 需要你把比赛打得好看和精彩 嗯 我发了一个波子 下屏时就会让那种肯定是值得有限 但也有限 其实是首先算自己的表现 来带入波动的情绪 斯维亚特克的发售局 斯维亚特克一去一发下网 斯维亚特克一去二发 两个人呢 现在对了 高福的面对啊 高福的月亮球 斯维亚特克非常沉着 正手斜线抽出制成分 15比0 刚刚高福的这个月亮球啊 没有制造出太多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延迟啊 或者说 没有起到这个过渡的作用 高福二区发球 高福这个二区的一发 发外角有劲 斯维亚特克啊 二区一发有劲 斯维亚特克正手直线 那么双反直线出手 又是轰出了一击制胜分 斯维亚特克30比0 应该说这个发球局里 斯维亚特克这个状态 稍稍稍找回了一些 不像是第二盘比赛 刚一开始那样松懈啊 30比0 斯维亚特克 斯维亚特克一去一发 一发下网 这个球感觉 即便发过去质量 也不太高了 斯维亚特克发球 一区二发 二发上旋 高福是直线揭发 高福放小球 哦好很高级的一个小球啊 球落地之后啊 几乎是不跳 这样一个零式的小球 帮助高福呢 是 帮回了一分 15比30 高福二区发球 高福二区一发 一发有劲 啊不是 斯维亚特克 抱歉啊 我这个今天是有点 有点懵的状态 斯维亚特克又是利用高福的这个 非受破失误 现在是40比15 终于是在自己的局点里拿到了两分啊 那个拿到了两个局点 第二盘比赛呢 应该说这个斯维亚特克仍然有机会破发 只是说现在自己要调整一下状态 要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起来 斯维亚特克 一区一发 发败角 这个球质量很高 发反打仗 好球 斯维亚特克这种发反打仗的战术终于成功了啊 是正手直线制胜分 打出 这样呢 是一个 斯维亚特克 爆发成功 在第二盘比赛里 现在尽管是1比2落后啊 但是局限休息过后 相信 相信斯维亚特克仍然是有机会破发 之所以说希望盼着斯维亚特克早胜 是因为希望这场比赛早点结束啊 我也可以早点去休息 应该说这两天上班呢 也很赖 这个网球俱乐部呢 不光是要教练去教球 还是要教练呢 去做所谓的地推运营 推广 感觉呢 是有些身心俱疲啊 我自己 因为呢 像我可能更习惯于做一些在线的推广吧 或者说线上的推广 但是线下相对来说 有一些年轻人可以做 还是要发挥一些年轻人的优势 因为像毕竟是 像我这个年纪啊 可能也是这种拼不起那样的体力啊 这个晚上要做直播 然后呢 白天呢 又要去球馆呢 怎么说呢 不管是 这个上班也好啊 就是做班也好 还是教球也好 耗费的精力也是挺多的啊 谁擅长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这样 而且呢 这个俱乐部有很多运营上的要求 什么填这表 填那表 发朋友圈 等等等等 哎呀 按说是 反正也是搞得我是身心俱皮啊 别人我不太清楚啊 举点休息过后呢 比赛要继续进行 感觉这场女单的决赛也确实谈不上很精彩 因为就是说像我还没有高级到只去交球然后不去做班的一种程度 高福的发球局 高福一区的一发发外角 这球发长了 一区二发 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是擦网 一区二发 斯维亚台客这个抢二发也是非常的果断 是直接是造成了高福回球下往 应该说呢 这个高福在接这个斯维亚台客回发的时候 自己已经是来不及降重心了 0比15高福自己发球距离现在落后了一分 高福二区一发 发内角 随后侧身反斜见经锅 高福放小球 这个小球呢是没有放过网 高福这个球啊 虽然是一个主动的放小球 但是呢 自己是并在并不占优势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样呢 这个斯维亚台客就是30比15 凭借高福的这个飞瘦波15 30比15 在高福的发球局里领先了两分 看看有没有破发的机会出现 希望这场比赛呢 也是尽快的打完啊 高福一区一发 发内角啊 高福钉回头 高福在接这个回发球的 这时候啊打了一记回头球 这个球呢是直接是打成了制胜分 15比30 高福仍然落后一分 二区一发 发长了 感觉刚刚这个二区一发呢 自己打的有些着急啊 二区一发 二区二发 二发发了双五 高福这个二区的二发是上全球发内角 这个内角的发球呢 却是错区 40比15 斯维亚台克获得了破发点 两个不发点 斯维亚台克 一区一发发内角 随后两个人继续缠斗 高福呢 侧身反斜线进攻 球打到了狼道里 出界了啊 这样呢 斯维亚台克破发成功 应该说啊 第一个局间修行过后 斯维亚台克就已经取得了破发 这样呢 双方二边 随后是斯维亚台克的发球局 这局高福接待的时间当中 一个双五 然后又是三个正好的失误 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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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维亚台克一区一发有戒 随后呢 两人啊 展开了威拉 斯维亚台克双反直线 抽出制胜分 这季早先的进攻啊 也是帮助他是 在自己的发球距离 拿到了第一分 继续来看 比赛 斯维亚台克 二区的一发 二区一发发外角 发翻打正 斯维亚台克这个战术很成功 发翻打正 发翻打正的这个战术啊 是让自己三十比零领先 有时拿到了一分 发翻打正呢 这个球是 把高福啊 也是完全的调动了起来 斯维亚台克一区一发 发白角 高福回球下网 凭借一个发球之德 斯维亚台克 四十比三十 拿到了三个局点啊 三个局点出现 斯维亚台克二区的发球 二区一发 一发发的很长 质量很高 斯维亚台克正手直线穿越球 斯维亚台克刚刚这几走线啊 直线的走线进攻 是帮助自己啊 爆发成功 第一 二盘比赛 用时了十七分钟 斯维亚台克重新夺回了优势 三比二 领先美国选手高福 第一盘比赛呢 斯维亚台克应该说是兵不选任啊 六比一 就拿下了首盘 第二盘呢 这个斯维亚台克是上来被破发的情况下 自己呢 随后是回破 大家接着爆发 这样呢 又夺回了优势 三比二 局间休息过后呢 将是高福的发球局 如果高福的发球局被破 那么这个市就将完全倒向斯维亚台克一边 也就是说 这个法王女单的冠军啊 就离斯维亚台克越来越近了 他开放时间多了 好多呢 可是就是他这个 这个写的鞋接就会比较坏啊 欢迎来会坏 欢迎来会坏 欢迎来会 果然啊 局间休息时间也是很短啊 马上就是来到了高福的发球局 来看一下高福的发球局会怎么打啊 小宾 执念 高福发球局 斯维亚台克揭发 我们来看一看 高福 一区的一发 发败角 高福也是发反打正的这个战术 但是呢 球呢 是自己没有控好 正手直线打下榜 0比15 发球局里先丢掉了一分 高福二区一发有戒 两个人呢 展开了队拉 高福又是正手直线 还是要找那个走线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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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 但是呢 球呢没有控好 又是下榜了 0比30 现在呢压力应该说完全来到了高福这一边啊 自己的发球距离现在是落后的有些多 高福呢凭借一个好的发球值得 现在是最后一分 15比30 应该说这个发球 看着稍微有些长啊 如果从电视的这个镜头里来看 不过呢 既然这裁判认定是有进 那就是有进啊 这球 斯维亚台克 30比15 仍然是领先一分 高福 二区一发 这个一发呢 发长了 高福 二区 二区的二发啊 给了斯维亚台克机会 斯维亚台克也是主动上手抢二发 面对这个高福的这个二发 斯维亚台克直线轰出了这成分 这期双反直线呢 也是打的非常利索啊 40比15 斯维亚台克两个破发点 如果破发啊 斯维亚台克就会以4比2领先 高福 高福呢 一区一发出界 现在啊 这个失误真的是 不可要啊 高福一区二发 斯维亚台克再次上周抢高福 高福呢 回球出浅 斯维亚台克来 斯维亚台克来到往前 哦 这个球啊 斯维亚台克 险些被对手啊 打成了防守板击 但是最终呢 高福呢 这个面对斯维亚台克 半场抽击 是把球电出了底线 应该说呢 刚刚高福的防守方式呢 也只有这种所谓的 这种磕打啊 或者或者一电 这种方式 控制的好 球会落在境内 球控制不好 那就是出界 现在斯维亚台克在第二盘比赛里 4比2 领先了高福 这个是斯维亚台克 连破了对手两局啊 随后呢 是斯维亚台克的发球局 最多让对手拿了 现在高福是拿到三局 斯维亚台克 一区 一区一发 发外角有戒 两个人呢 是展开队拉 高福主动进攻 这个球呢 高福给斯维亚台克 制造了足够的压力啊 最终呢 是世界第一 斯维亚台克 正手 斜线抽球出戒 在斯维亚台克的发球局 高福是拿下了第一分 还不到一小时 对 但是今天晚上 买球赛 是只有两场可以看 还有两场可以说 嗯 斯维亚台克 二区的发球 二区一发 一发下网 斯维亚台克 二区二发 二发呢 球没有发出来 球没有抛好 自己拿回来 重新抛 二发 有劲上悬球 找高福的反射外 随后啊 斯维亚台克回球很深 球压在了底线上 斯维亚台克反拍再攻 高福回球出钱 斯维亚台克半场抽击 没抽死 随后啊 这个斯维亚台克 再往前守住带肚 高压球啊 打中了智盛分 15平 听听我说啊 怎么样 斯维亚台克 一区一发球 我们来看一下 一区一发 发上悬 高福的反射外 随后两个人 对拉 哎呀 两排过后 斯维亚台克是把球打下了王 15比30 落后高福一分啊 我觉得一边 一边看比赛一边看比赛呢 这注意力是特别集中 每一分都能看得很详细 但是也是每一分看完之后就忘了 基本上啊 除了意向非常深刻的 一个二区一发 二区一发是发球值得 这个球呢 发向了高福的反手 高福呢 是双反揭发 把球是打出了这个边线 也就是打到了狼道里 这样呢 斯维亚台克将比分追成了30平 斯维亚台克 一区一发 又是发外角 发反打正啊 这样的战术 斯维亚台克随球上网 这个球是影响到了高福啊 应该说刚刚自己的这个回球质量 不能撑着很高 但是呢 他的这个上网的动作 确实影响到了高福 高福呢 想打一击直线专越 又是正手抽球啊 这种直线的抽球是打下了网 40比30 斯维亚台克 拿到了 局点 很重要的一局 4比2 目前第二盘比赛 斯维亚台克 二区一发 发内角 高福的接发球 哇 质量也很高 随后呢 这个 斯维亚台克在接回发的时候 双反直线 又是抽出了一击走线的制成分 这样呢 第二盘比赛 用时了25分钟 斯维亚台克 5比2 你先高福 呃 局间休息过后呢 是高福的发球局 但是应该说呢 比赛呢 应该是 现在比赛用时了一个小时啊 呃 比赛的整体走势呢 应该说是 呃 基本上就已经是斯维亚台克 手拿把钻的啊 鲜艺的东西老弹的 成分当中 这边是斯维亚台克的 红土当中 有这种相抗准的能力啊 嗯 或者说可以发去摘手腕 鲜艺确实你要 你要 扒来扒去 我觉得 都都 都不行 其实这个 其实我是觉得 安德莱克库 有点这种能力啊 就是他我边 他节套控制上 你知道啊 当然 原先我比赛 八地区 他那个 鲜艺 果园承包商 鲜艺休息呢 也是很快啊 这个来到了 高福的发酬局 现在 呃 高福呢 如果是再被破发 这就会是 本届阀房女单的 冠军就将产生了 高福 一区一发 发外角有劲 这个是一个发球之德 斯维亚台客 接发球是打出了边线 高福 二区一发 发外角 啊 高福自己的 非收破失误 将比分呢 变成了15平 刚刚呢 高福这几正手 也是打的 击球点有些晚 呃 这样的话呢 这控球呢 就控不住了 球打下网 15平 高福 一区一发 发外角 斯维亚台客 这揭发 也是很稳 随后啊 斯维亚台客 斯维亚台客 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 哦 高福又是自己的 非收破失误 正手再次是直线下网 应该说呢 我印象当中 这场比赛 高福这个正手 直线的这个操作呢 是已经打了三四次 呃 不止三四次啊 打了五六次 都是 最终是 结局是下网 15比30 高福呢 落后了一分 高福 二区一发 哦 好发球 斯维亚台客 回球出钱 这样呢 高福是冲到了半场之后 正手斜线 打球打 打成啊 取一个制胜分 30平 高福是逐渐将比分啊 追了上来 高福 一区一发是出界了 擦网 一区一区到二发 是轰输制胜分 这样呢 高福是30比 40比30 领先了 斯维亚台客一份啊 一个局点 高福的局点 高福也要加脚啊 高福 哇 斯维亚台客 这个揭发球 是直接轰出了 Return S 40平 看来呢 这个 斯维亚台客 不肯在高福的 发球局里 放的一成 放的一码 应该说呢 这个 高福 一区一发 第一个评分啊 一区一发 发下了网 这个球是一个 内角的方向 但是呢 球是 也是错区的方向 现在是双方比失误啊 斯维亚台客 双反下网 高福呢 是又获得了一个局点 第二个局点 就说 刚才就说 双方现在是看失误 这个 只要斯维亚台客 失误少一点 对方 失误多一点 那比赛呢 就结束了 高福 二区的一发 一发发长了 这个球很明显 高福是要拼一下 球是 很用力 发的 高福 二区二发 这个二发呢 也是发向了外角 斯维亚台客接发球 把球打到了狼道里 这样高福呢 饱发成功 第二盘比赛 用时三十分钟 目前 斯维亚台客 五比三 领先高福 下面 现在呢 将是斯维亚台客的 发球胜赛局 现场观众呢 也是不断的在鼓噪啊 小鹊在客 一区一发 一发下网了 小鹊在客 一圈二发 二发上全球 高福接发也是接得不错 斯维亚泰克上手反拍抽击 这个球拉开了一个大斜线 拉开了角度 在移动当中 高福的双反抽球是打出了键 这样斯维亚泰克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里 先达到了第一分 15比0 现在高福感觉上 面目表情 心里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很专注接发球的表情 斯维亚泰克一区一发下网 二发上全有进 斯维亚泰克斜线调动对手 直线斯维亚泰克 高福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正手直线穿越 球是压线 压线得分 也是一个制胜分 这个是一个制胜抽击 现在15平 斯维亚泰克刚刚的一区一发 就是擦榜出界了 现在双方15平 斯维亚泰克的发球胜赛局 二发发上旋 是高福的反手 两个人是直线对拉 高福防守有些批文病 好球 斯维亚泰克轰出了一记双反直线的制胜分 是一记高质量的双反抽击 造成了高福接球出界 这样斯维亚泰克30比15 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里再度领先 都十点半啊 好家伙 不知不觉都十点半啊 斯维亚泰克二区的发球 我们来看一看 二区一发 一发发败角 高福回球出界 这样呢 凭借一个好的发球之头 斯维亚泰克逼出了两个冠军点 40比15 两个冠军点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应该也是9点吧 不是问南南决散 明天应该也是9点 斯维亚泰克 冠军点上发球 一发有劲 高福回球出界 斯维亚泰克啊 是 终于是拿下了比分 拿下了比赛 凭借一个好的发球之头啊 对向了这个冠军点 这样呢 这个斯维亚泰克是 获得了本届 法王女单的冠军 他是将捧起苏山 朗格伦背 应该说 这比赛呢 打得不够精彩 不过呢 这个 也是最终是 反正冠军制产生了啊 这个 所以说呢 咱们就 哈哈 斯维亚泰克呢 也是跑上了看台啊 和自己的团队 去庆贺自己的胜利 而高福呢 也是 呃 这个 眼泪多出啊 在场边呢 也是 用毛巾擦拭着泪水 呃 这样呢 这个也是品尝着这种 呃 怎么说呢 叫势力的菩涩 确实 整体的能力 这场比赛 高福呢 是 真的是 比斯维亚泰克 要差了很多 而在气势方面呢 他也没有打出 类似于 中国选手 郑欣文啊 对这斯维亚泰克 那样的气势 呃 包括其实 当时 郑欣文对斯维亚泰克 那场比赛 郑欣文 比分落后 然后 自己又伤病的情况下 自己呢 是在场边 是拆掉了纱布 呃 完全 如果用北京话来说的话 就是要跟对手死磕 的这种 这种精神啊 这个 这个 嗯 相信也是这届 罚网女单比赛里边 大家记忆比较深的 这种时刻啊 瞬间 呃 当然和这场决赛 没有关系啊 我只是说这个 郑欣文打得好啊 郑欣文是 本届网网网女单比赛里 唯一拿到 从斯维亚泰克身上 拿到 一盘比赛的人啊 也是 中国选手啊 所以很多朋友 调感说 如果斯维亚 如果斯维亚泰克夺冠 那么这个 2比0夺冠 呃 那么这个 郑欣文 就是本届网网的亚军 因为郑欣文是 从斯维亚泰克身上 拿到了一盘啊 呃 比赛结束了啊 看看有没有朋友 想聊聊天什么的 也可以聊一下 包括明天 南网的那个决赛 啊 都可以聊 然后如果要是没有人聊呢 十分钟之后就关播了啊 我翻讲 看点这个影响总的一段时间 这个影响都不管是学菜的地方还是说的 都没评读一点 这种剑毛的新闻 这边是新冠上的低点 他也承受着很大压力 来看一下在镜头前 苏拉德哥会写着什么 上次忘了自己多大 还是想写着什么 行吧 今天没人聊天 那个你好 格斗时间 你好 刚直播完那场 这个这个这个谁啊 斯雅达可夺冠了 您知道吗 您那边那个老行 您那边有什么要交流的吗 咱们可以聊聊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我都就是打通关播了 今天相当丰富的一位心理咨询 是在体育里面遇到多了 他不像高呼高呼一般的家人 我就是打两个鸡 你不想注意 这边是两个优优优独播 然后没有结束 就是好